這個是槽框 基礎的槽框 我們成型之後再把它拉白鐵線 拉好白鐵線之後再用槽杵放上去 然後再放到蜂箱裡面 蜜蜂就會慢慢的把它做出來 蔣師認真的講解蜜蜂是如何在蜂箱內形成蜂蜜的過程 也讓學生參訪蜂箱以及蜜蜂的特性 這是由水里香駿坑國小特別向台大實驗林申請社區林業計畫 學校臨近有幾戶人家有在做一個養蜂產業的一個活動 一個事業 那我們藉由社區活動的資源 然後引進到學生的學習裡 那介紹的內容 第一個也介紹了它的養蜂的設備 那接下來也跟小朋友做介紹跟讓小朋友體驗 今天學校帶我們來這邊野外學習 然後我們現在在試吃蜂蜜 剛剛我們來的時候我們看到蜂箱 然後裡面有很多蜜蜂 然後我們剛剛在那邊把蜂蜜搖出來 這次在台大實驗林的林業計畫下 學生不但學習到蜜蜂的相關知識 也了解到蜂蜜的製作過程非常的有趣 感謝台大實驗林 他讓我們申請社區林業這個項目 那我們是以蜂蜜為主 很多小朋友可能聽到蜜蜂 他會害怕 事實上蜜蜂對我們農業有很大的幫助 蜂蜜給我們拿去一個機器下面的 然後再一直嚼一直嚼 然後蜂蜜就會飛到它的外圍 有老闆跟我們介紹說那個蜜蜂是怎麼養的 然後還有教我們說蜜蜂它是有分什麼種類 然後他有給我們看那個蜂蜜的製作過程 先議員陳淑慧相當肯定學校的用心 讓學生認識蜜蜂 更體驗蜂蜜的製作過程 也期望藉由這樣的課程能夠讓學生多元學習 那這一次由我們學校來做一個規劃 有一副養蜂人家在這邊築草養蜂 那會帶學生到這邊來認識養蜂的環境 最重要的就是要讓小朋友來知道 已經有養蜂蜂的一個介紹 讓他們認識蜜蜂還有蜂蜜的由來 尤其我們養蜂是非常辛苦的 整個一個過程讓小朋友見識到蜂蜜的由來 所以今天這一場的生態教學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的 再次的感謝學校 期望藉由這樣的課程除了能夠讓學生對於蜂蜜的知識 以及蜜蜂的製作過程有更深的一步認識外 也能夠讓學生走入社群內多元學習 認識在地的環境 記者邱平易學理採訪報導